3月11号,四川五名专家携人道救援物资前往上海,将组成中国红十字会抗疫专家组,赴意大利协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据悉,此行中国红十字会赴意大利抗疫专家组指派了四川省组织五名专家参加。此前多次申请加入支援武汉医疗队没有获批,一直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小儿ICU护士长唐孟林的遗憾。此次,他主动申请前往意大利作战。唐孟林告诉记者,他已经准备好了。 武汉不是前几次我们医院都派了几批吗?对我有特殊的安排在科室做后方的管理,所以一直都没去,还有一些遗憾。这一次去了,我觉得是责任和使命更加重大。 把我们医院,包括武汉前线,这段时间我们抗击疫情取得的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包括一些防控措施,资料的方案,包括一些分区的管理,院杆的管理,自己都做了一个梳理,也专门带上了,把这些资料和相关的资料都带上了。 疫情期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语微重症医学科主任梁宗安一直在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重症治疗病房一线工作,是四川省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常务副组长。 近日,他的工作阶段性完成,正在医学观察和休养期间。 梁宗安表示,疫情没有国界,到达意大利后将抓紧时间了解疫情,与意大利同行交流抗疫经验,促进双方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他已经做好了在意大利长期作战的准备。 意大利的情况跟我们中国的情况有很大的相似性,疾病控制方面主要是管好人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医疗救治的重点是救治为重症病人。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经验可能对意大利应该是有用的。 因为实际上具体待多久很难说,可能要根据需要,也根据我们在那边工作是不是行之有效。 据了解,四川五名专家十一号晚将抵达上海,并在上海办理签证及其他手续,随后组成中国红十字会抗疫专家组,飞复意大利。